現在我要為大家示範的料理是 披薩式炸豬排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我們的豬里肌 先把豬里肌切塊 然後我們簡單經過一個拍打斷筋的動作 它會使肉質更加的鬆軟 接下來我們把拍打好的豬排先沾上我們的低筋麵粉 均勻的沾上 再沾上我們的蛋液 低筋麵粉再沾蛋液 最後用我們的麵包粉 這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西餐的烹調做法 它會有一層酥脆的外皮 好 沾完蛋液之後我們沾上我們的麵包粉 接下來啟動我們的飛利斧健康氣炸鍋 然後溫度我們設定為180度 時間為15分鐘 把我們剛才調理好的豬排放入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鍋子內完全沒有一滴油 輕輕推入之後我們按個啟動鍵 我們利用氣炸豬排的時間 我們來製作油燜番茄醬 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的牛番茄切丁 然後我們準備我們的鍋子 然後先倒入冷油 然後冷油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蒜碎 然後以及我們的九層塔葉 香氣出來之後把我們的番茄丁加入 以及我們的義大利綜合香料 以及奧利剛葉 這樣子它加入香料 我們最後的成品出來會有一股香草的味道 再加入我們的義大利成年醋 貼取糖 調整番茄的酸味 然後最後我們用小火油燜10分鐘 油燜10分鐘之後 將我們的油燜番茄醬 倒入我們的鍋子機 打成泥狀之後 這就是我們待會兒豬排所需要的醬料 時間到後我們把我們的豬排取出 然後我們切厚片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做一個焗烤的動作 然後我們簡單抹上我們剛剛製作好的油燜番茄醬 我們將橄欖片放上 然後再放入我們的起司絲 接下來我們啟動我們的菲利福健康氣大鍋 然後溫度設定為200度 因為我們只要簡單讓它焗烤上色而已 然後時間為2分鐘 透過這個程序 它其實就是可以把我們的油燜番茄醬 可以吃進去我們的豬排裡面 把我們的豬排放進 然後啟動我們的電源開關 我們焗烤豬排的時間到之後 我們把它夾起 然後可以放進我們的盤中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的油燜番茄醬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點綴一點我們的油燜番茄醬 然後我們放上一點我們的番茄醬 然後最後我們加入一點我們的芝麻葉 這樣子就會呈現一道 披薩式的炸豬排料理